日本工程机械制造商加藤制作所日前宣布 将解散并清算位在江苏省昆山市的子公司 加藤中郡厦门建基公司也将在8月开始清算程序 之后加藤制作所将退出中国市场 另外由于中国汽车市场陷入严重削驾竞争 日系本田汽车在中国销售量大幅下滑 决定下半年会星后关停广州与武汉的工厂 中国知名投行中信箭头证券工作的一名实习生 拍影片上网炫富 还将中信箭头客户的重要信息公布在网上 引发轩然大波 除了该名实习生已被终止延学 该公司还称某团队负责人违规引入设施学生 进入公司延学 该负责人遭撤职 近年来中共接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近日北京中轴线生移成功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当中包含毛纪念堂等并非古迹的地点 引发争议 有网友批评说 毛模是文革期间中华文化的破坏者 破四就毁了无数文物古迹 把毛泽东纪念堂入世界文化遗产 开国际玩笑 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平民曝光的暗箱操作 一直备受争议 近日湖南卫视上演的音乐选秀节目 歌手2024 传出歌手放弃关麦克风爆出黑幕事件 引发舆论关注 请订阅雅台电视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